我国疫情越发严重 前线人员疲于奔命 无奈的是 合约制医护人员在国家卫生体系之下 长期蒙受了待遇差别 近期更有一批包括医生护士在内的医护界人士 酝酿在7月26号展开一天的全国性大罢工 严正要求政府改善福利 卫生部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今天回应 会在来临的内阁会议 汇报合约医生的诉求 讨论如何改善这批一届人士的待遇和转正问题 中午在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每周汇报活动上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 官方记录显示 截至今年5月31号 卫生部通过合约制度雇佣的医护人员一共有3万5千多人 其中2万3千人是医生 牙科5千人 另外7千人是药剂师 媒体早前引述消息指 大约有2万3千名合约制医护人员 号召7月26号在全国罢工 抗疫合约条款不公 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医护人员是抗疫行动中最辛劳的一群 但是政府却长期忽略这个群体的福利